欢迎来到澳房策,我是Alex老师 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 房产都是最核心的资产 而随着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增加 最关注的问题 除了通过房产投资赚够钱 提前退休之外呢 就是如何帮助孩子买房 或者把自己名下的房产 转移到孩子名下的问题了 所谓澳洲房产世代传承 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但是在规划的过程之中 有太多选项 还涉及到了居民身份 印花税 附加税 增值税 资产保护安排 等等多种考虑 这就让问题更加复杂 本期影片我们一次性说清楚 如何转移房产给孩子的问题 这次呢 我综合了澳房策团队专家 包括律师 会计师 财富规划师的综合意见 花了十多个小时分析整理出来 把知识分享给大家 请您注意收藏转发 澳房策频道 每周分享澳洲房产投资知识 案例 政策和市场动向 祝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欢迎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能接收到影片上新通知了 我们这次同样啊 全都是干货 是澳房策专业团队 知识储备 融会贯通的结果啊 我尽量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 跟大家讲解 简单说呢 把房产给孩子 有三种方法 第一 帮孩子买房 第二 生前转让 第三 身后继承 而每一种方式呢 又要从三个方面分别考量 第一 费用 包括持有费用 转让费用 继承费用 税务和养老金 第二 控制权 父母如何让房产安排 严格按照自己的意愿 不被他人掌控 比如孩子的伴侣 第三 规避风险 怎么做到控制房产同时 谁也拿不走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第一种 是帮助孩子买房 而且房子 写孩子的名字 这是大多数 华人父母的首选 因为在国内 就是这种思路 现在澳洲房价这么贵啊 如果不帮孩子 光靠孩子自己努力 很难买得起房子的 而房价涨得又很快 如果不尽早搭上这趟车的话 将来买房会越来越难 帮孩子买房 并且放在孩子名下 有这么几种方式 你可以直接给孩子一笔现金 解决房子首付的问题 同时呢 让孩子用自己的收入做贷款 这能让没有任何财富意识的孩子 建立起责任感 努力工作 还贷款 也有的父母选择给首付的同时 帮助孩子偿还一部分贷款 减轻孩子的财务压力 如果孩子没有足够的贷款能力 父母可以用自己的贷款能力 担保这笔贷款 但是要注意啊 如果孩子不能还款的话 父母需要偿还 如果你担心孩子和伴侣关系 发生改变的时候 房产权益被分走的情况 在买房的时候 就不要直接给现金了 而是转为借款 找到律师起草一份借贷协议 父母呢 按照一定利率借钱给孩子 孩子按时偿还利息 那利率的设定呢 可以非常灵活啊 这样可以保证 在孩子和伴侣关系改变的时候 你出的买房本金不受影响 还能让孩子和伴侣的一部分财富 通过利息支付的形式 流回到你的手里 一举两得 如果父母是海外人士的情况下呢 那这种借款协议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利息收入 只需要缴纳10%的所得税 对于家庭税收规划 有一定的作用 帮助孩子买房的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建立家庭信托 Family Trust 在澳洲啊 实体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自然人 公司和信托 信托呢 有自己独立的财务准则和功能 那这个坑太深啊 以后有机会再填 现在呢 你只需要理解 信托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有三个重要角色 信托设立人 Settler 就好像是公司的股东 负责设立规则 向信托里边注资 第二个角色呢 是受托人Trustee 受托人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个公司 相当于呢 是经理 来管理整个信托的运营 第三呢 是受益人Beneficiary 那相当于买了公司股票的人 能够获得信托分红 有时候呢 还有投票决策权 如果用家庭信托来购买房产 在孩子并不拥有房产的情况下呢 可以实现控制 房产买卖 出租 居住 还能防止孩子因为经营生意 而导致自己需要赔付 个人资产的情况下 赔付房产的情况 但是要注意 家庭信托持有房产 和个人持有房产 在税务 贷款 权益方面 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在家庭法面前呢 特定情况下 伴侣还是有一定机会 能够分走家庭信托里边 持有的房产权益的 那具体情况呢 建议您咨询家庭法律师 财务规划师 和专业会计师 也欢迎您加入澳房策 一站式澳洲房产投资服务 Vision会员 让我们的律师 财富规划师和会计师团队 为您房产投资 出谋划策 可以在官网澳房策权拼.com 预约发现之旅 咨询详情 第二种方式呢 是生前转让 简单说呢 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把自己名下 或者自己控制的房产 转移到孩子名下 或者让孩子控制 在这个种类里边呢 又分成四个方面 第一买卖 那生前转让最普遍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房子卖给孩子 那这个所有人都能理解啊 那房子从你的名字 过户给孩子 名字换了 孩子把买房的钱给你 缴纳印花税 如果你卖给孩子的是投资房 还涉及到你缴纳资本增值税 CGT的问题 有人可能问啊 那我把房子卖给孩子 便宜点卖 是不是孩子就不用 交那么多印花税了呢 比如卖给孩子一块钱 你放心啊 澳洲税务局 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 怎么可能让你抓了空子呢 如果实际交易价格 跟市场价相差太多 就会引起税务局的警惕了 要求你去做第三方估价 然后按照估价缴纳印花税 还可能有罚金 另外交易价格 如果是一澳币 孩子又是拿来当投资房 在卖房的时候 又会有资本增值税 CGT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用交易的方式 把房子卖给孩子 那最好呢 是在交易之前 自己先做一个第三方估价 然后按照估价交易 那这种方式简单 容易操作 只是涉及到了印花税 和资本增值税的问题 第二种呢 是赠语 很多人嘴里边说 把房子转给孩子 其实说的就是赠语 就是你把房子 换成孩子的名字 但是孩子没有给你钱 这种方式呢 也需要按照市场价 缴纳印花税 同样涉及到了资本增值税 跟买卖房产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资金没有转手 其他方面大同小异 所以说转给孩子 该缴的税 还是一分都跑不掉的 第三同住 如果涉及到 父母养老的问题的话呢 还有一种简单有效的生前转让的方式啊 那父母和孩子双方呢 都把小房子卖掉 钱合在一起 在孩子名下买一个大房子 而父母呢 住在里边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有很大机会 不会影响父母的养老金福利 但是要注意啊 房子在孩子名下 全力就在孩子手里 万一遇到不孝的孩子 把老人赶出家门 流落街头 或者申请政府福利房的情况 在澳洲并不罕见 所以在做此类安排的时候呢 可以让律师起草一份协议啊 说老人有权利 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面 这样才更保险一些 第四信托 接下来呢 就是比较高级的玩法了 父母呢 可以建立一个可撤销信托啊 Revocable Trust 在这种信托结构之中呢 房产依然是由信托建立者 就是父母拥有的 那信托呢 受到父母的控制 指定受托人来代替受益人啊 也就是子女 来管理房产 父母可以随时更改信托 当然子女呢 可以是受托人的同时 也是受益人 那在父母百年之后啊 可撤销信托呢 就会自动变成不可撤销信托 Revocable Trust 再也没有办法更改了 受托人很可能就是子女啊 就会获得完整的信托控制权 唯一更改信托的方式 就是所有受益人一致同意 所以任何一个受益人 都有一票否决权啊 比较适合子女多的情况 这种信托生效的过程呢 一般是可以绕开遗嘱的 手续简便很多 当然关于信托的问题呢 在设立之前 如果想要做到极致 一定要咨询三位专业人士 财富规划师 律师和会计师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 有深入研究啊 能够帮助您解决不同的问题 只是在合作上呢 会有些无法同步 澳房测整合了这三种专业人士 为您提供房产投资建议 如果您需要澳洲房产投资初步意见 请到澳房测官网 使用免费基础咨询 如果有任何深入具体问题 欢迎您预约澳房测 一对一专业咨询 学习房产投资课程 使用全澳买家中介服务 和Vision会员 一站式澳洲房产投资服务 请到澳房测官网 澳房测全拼.com 获得信息和预约 也欢迎您加入澳房测基础会员 或者报名澳洲房产投资 免费公开课Masterclass 所有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不是在YouTube看到影片 请您直接到官网咨询 对这种方式呢 我们很多华人是有所忌讳的 我在许多年前呢 也是这么想 年轻轻的干嘛想那么远呢 但是经历过孩子出生 和亲朋或者是长辈去世 想法多少还是会有所改变的 毕竟人生无常嘛 记得澳房测之前的影片 讲过通过房产投资赚钱 提前退休的事情 很多粉丝呢表示不理解 为什么总说退休呢 不知道在经历过 疫情期间的失业和生意打击之后 这些粉丝的想法 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 那现在呢 我们就更进一步 一杆子插到底 讲讲房产继承 澳洲跟中国不一样 绝大多数房产属于私人所有 可以作为遗产传承给子女 那这里呢 有两种方式跟大家分享 分别是遗嘱继承和遗嘱信托 如果我们在生前没有立下遗嘱 身后的财产分配就会非常麻烦 比如说孩子很多 或者之前有配偶 或者有地下配偶和私生子的情况 不但分配耗时耗力 还会引起家庭不和 所以遗嘱呢 绝对是个必需品 澳洲的官方数据啊 50岁以下的人 一半没有立遗嘱 64岁以下的人 还有20%左右 如果立过遗嘱 财产分配就会简单很多 可以找律师 或者是政府机构 设立和保存遗嘱 比如在新州的话 可以找New South Wales Trustee and Guardian 也就是300到500块澳币 在澳洲呢 孩子继承房产 是不用缴纳遗产税的 因为是法定过户啊 还不产生印花税 那如果继承房产之后 两年之内卖掉 就不用缴纳增值税 所以税务方面 通过继承 获得父母的房产 是比较好的选择之一 但是有几点呢 需要注意 第一是继承人 会不会因为获得额外的资产 而丧失一部分养老金和福利 第二 如果父母的房子 有贷款还没有还完的话 而继承人 在继承的时候 又没有相应的贷款能力 过户呢 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了 可能被强迫 快速卖掉房产 而卖不上好价钱 所以说呢 在我们Vision会员的 整体房产投资规划之中呢 退休之前 都要卖掉一部分投资房 把自己的自住房 和投资房贷款都还完 因为在传承的时候呢 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接下来就是终极的传承方法 也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 财富规划工具 遗嘱信托 Testamentary Trust 这种信托呢 是通过遗嘱设立的 在父母百年之后 通过遗嘱生效 好处呢 是有效避税和资产保护 还可以为每一个房产 建立一个遗嘱信托 分给特定的子女 信托持有的房产 不属于子女 如果子女的感情发生变化 伴侣也分不走 信托里面的房产 还可以把更多的收入 分配到18岁以下子女 或者没有收入的 子女的免税额度之中 如果在世的配偶 再次结婚 然后去世 遗产呢 是可以继续 由自己的孩子控制 而不是配偶 配偶再婚对象 或者是新组建的家庭成员 唯一的缺点呢 是没有办法 再向这种信托之中 加入其他资产 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大局 以上呢 就是大致的澳洲房产 转让和传承给子女的方式 澳房测建议呢 在做出决定之前 咨询各个领域的专家在行动 如果您喜欢本期影片 请您订阅频道 澳房测助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 再见 拜拜